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新房测评UP主摩都小房地 这集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长峰板块的新开楼盘 长峰瑞士景亭 这个楼盘呢是由陈建开发的 所谓品牌高端系列的瑞士系 据说出手就是精品 这次呢我们就来实地看一看它到底怎么样 楼盘呢位于普陀区丹巴路 作为长峰生态商务核心地段 楼盘隔壁呢就是老牌豪宅中海紫玉豪亭 交通方面距离地铁市三号线真北路站约500多米 商业方面周边就有118广场 静铁城市广场长峰大跃城 较远处还有环球港等等 此外周边还有上海市儿童医院 普陀区复应保健院 而且楼盘周边的其他项目呢 是对口九年一贯制学校华士大四副中和四副小 本次开盘有两到四房的七种户型 其中85的两房 112、122、144、158的三房和178、198的四房 户型方面 85的两房还算不错 两个卧室朝南的同时 厅又做到了南北通 112和122的三房 户型很正而且通透 但是电梯整个内嵌在客厅里 后期会不会有问题的话 那就要看开发商的良心了 144、158和178的户型呢 就感觉这个衣帽间特别各颖 不过也可以认为将餐厅区域和客厅区域进行划分 还有就是主卧和次卧之间的区域呢 功能定位比较模糊 做书房太小 做健身区域呢又太大 沙盘呢可以看到小区整体呢 葱色为主 外里面是铝板和食材组合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这是蔚来的入湖大唐 楼盘呢整体是精装修教服 看了眼装修的品牌呢基本上都是最顶级的 厨房的米勒烟灶和嵌入式冰箱 厕所的围保卫浴 就连卧室的开关也基本上做到了 能用最好就用最好的 装修方面是真的没得说 总结一下 长风瑞士景亭的位置呢是相当不错的 9万出头的单价搭配整个装修 使得这个楼盘的性价比也是相当的到位 但是这种好只是称在装修上 楼盘的整体感觉呢就是房内用料到位 就是公共区域还有点旧 外在整体感觉逼格还没跟上来 其实9万多的单价已经不低了 那么这个钱是花在家装的实际功能性和耐用性上 让生活有质的提高 还是用来提升整体小区的逼格 让大家看得舒服 这个答案呢就留给买他的顾客吧 以上是魔度小房地的彩盘视频 下次再见啦 拜拜